202年晨中 甲木的根器一木有受伤的危险 鼠蛇人2024年事业方面 鼠蛇人 你在工作和职业上将展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你会更加努力地追求个人目标 并可能通过与他人协作来共同创造财富 鼠蛇人今年的人际关系和贵人运较好 这意味着在职场上会得到朋友或同事的帮助 有可能获得分红、奖金等额外收入 鼠蛇人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留年中的比肩能量很强 但过度竞争或疑心过重 可能会对原本有利的财运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鼠蛇人对人要保持信任 尤其是自己的属下或有出钱的股东 鼠蛇人要合理利用团队力量 鼠蛇人记住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年纪轻还在念书的鼠蛇人 在学业方面 你将更倾向于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 这有助于提升学术成绩和个人技能 鼠蛇人与同学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也有助于拓宽你将来的知识面 年轻的鼠蛇人要与你的同学在竞争之下 共同进步 而2024年年纪稍长的鼠蛇人 在健康方面需要多加注意 虽然龙年鼠蛇人整体运势较为乐观 但要注意 由于土的能量增强 可能会影响体鼠蛇人体内的平衡 即代表内脏和神经系统等方面需要关注 年纪大的鼠蛇人 要避免压力过大 导致身心疲惫 适时放松和调整心态很重要 鼠蛇人记住 钱永远是赚不完的 不要为了赚钱牺牲自己的健康 2024年 对于单身或已婚的鼠蛇人 在情感生活上 已婚的鼠蛇人与伴侣之间关系和谐 今年可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 能加深彼此的感情连接 但也需注意控制好自我意识 给予对方足够的关心和理解 避免因过于独立而忽视了情感交流 单身年轻的鼠蛇人 在人际关系方面 你将在社交场合表现出 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劫持新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机会较多 能够建立起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人脉网络 鼠蛇人2024年 只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 学会倾听他人的意见 便能在人际交往中收获更多支持和帮助 贵人也是这样产生的 今年鼠蛇人在财富方面 这一年你将有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和创新思维提升收入 尤其在事业发展上得益于年值假成正观的力量 鼠蛇人有望获得职位晋升或业务拓展 这为为你赚进大笔的政才 比如工作奖金 然而今年鼠蛇人的竞争压力会较为明显 可能会遭遇同行或同事间的资源争夺 因此要特别注意人际关系的管理 若有在理财的鼠蛇人 也谨慎投资并学会保护好自己的成果 避免因过度自信导致财务上的损失 今年鼠蛇人比过去几年自信 做事投资都不愿听别人的意见 尽管鼠蛇人自我驱动力强烈 但过于强调个人见解 而忽视了其他人的重要性 对鼠蛇人可能有致命伤 容易看不到细微之处 建议鼠蛇人适时调整赚钱策略 想发财靠一个人是绝对不够的 鼠蛇人要增强协作意识 这有助于你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鼠蛇人才能取得更显着的进步 鼠蛇人今年健康方面 由于鼠蛇人个性独立且精力旺盛 容易过度投入工作或生活琐事中 需要注意合理分配精力 以免身体超负荷运作 鼠蛇人要知道钱永远是赚不完的 想有钱也必须有命花 没有健康钱只是废纸 鼠蛇人在今年要保持规律作息 关注身心健康平衡 这是维持良好状态的关键 鼠蛇人在情感关系中 你的强势个性可能会给伴侣带来压力 需要更加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感受 要学会倾听和妥协 这样才能维系和谐的情感生活 伴你一世的是你的老夫老妻 不是孩子也不是兄弟姊妹 由于鼠蛇人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 今年的夫妻关系可能会面临一些考验 鼠蛇人你需要学会收敛锋芒 增强对另一半的同理心 适当分享内心真实的想法 以减少夫妻矛盾 两个人一起拓宽社交圈子 这对于鼠蛇人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 都是极其重要的 鼠蛇人尽管今年运势好 财员收入较为丰富 偏财来源多样 但由于今年结财性的影响 你需要更加谨慎管理财务 避免不必要的财富流失 比如小心开车 造成一次车祸 可能就让鼠蛇人今年白单了 鼠蛇人有钱的时候 不要到处宣扬 要学会低调处理财务问题 不轻易展示自己的财力 有助于防止被他人觊觎 同时也要警惕 因过于追求赚钱 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 鼠蛇人通过有效的人脉资源 你可以找到更多发展机会 而地质中的金元素 可以增强对劫财的克制作用 意味着借助他人的力量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应对竞争 或减少破财的损失 鼠蛇人要留意 不要过分追求快速的成功 以免忽视了扎实的基础积累 要平衡好长远目标 与短期成果的关系 保持专注力 有利于提高做事成效 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不要因为忙碌的工作状态 导致健康方面受到损伤 因过度劳累导致的身体损耗 永远是划不来的 鼠蛇人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适时进行休息和锻炼 确保身心健康 在赚钱与生活中 把握分寸 既保持独立自主 又懂得生活质量 这样人生才能活得好 活得漂亮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人算计到最后 也不过是自作聪明罢了 从小到大 身边人总是跟我们说 出了社会 跟别人打交道 要有心计 如果你没有心计 那你就混不下去了 当这些话听得多了 我们就会觉得 只要人有谋略和诡计 就能混得如鱼得水 到最后得以善终 事实上 我们都错了 人世间的诡计 都只会让人自食恶果 所谓憨厚之人有善报 恶人自有恶人魔 就是这个道理 你一辈子都没啥诡计 再不计平凡一生 但是 如果人诡计多端 那就会遇到 更加老谋深算的人 命运 那是特别有趣的 看到你老实了 就让你过得安稳 而看到你耍阴谋 诡计了 就让你暂时得意 但在未来的某一刻 你会遇到大麻烦 善恶到了最后 终究是有报应的 只是 每个人的报应都不一样 现代人一谈到报应 立马就会哈哈大笑 不是这里笑话别人糊涂 就是那里笑话别人太过于天真 一点也搞不懂江湖的规则 既然我们都喜欢谈及江湖的规则 那这所谓的江湖规则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人性 为了个人的利益 每个人都会放大恶的一面 暂时赚到了一点钱 有些老板就会更加不择手段捞钱 暂时算计了一个人 尝到了甜头 有些人就会变得愈发诡计多端 难道说 不择手段捞钱 或者满肚子阴谋诡计 就真的是好事吗 事实上 不是好事 但很多人都这么做 在他们看来 讲究善良的人都又傻又天真 这个时候 绝大多数人都特别不服气 为什么这些人不会受到报应呢 其实 不是他们不会受到报应 只是时间还未到而已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 人作恶 可如果只是小恶 老天不会管他 等作恶到了一定的程度 才会收掉他 人 还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 比较好 有些报应 要在晚年的时候 才出现 报应的奖励和惩罚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这里谈到的报应 既有好报 也有恶报 一辈子安守本分的人 会得到好报 而一辈子作恶多端的人 会得到恶报 老天给人的好报 不是让人立马发财 大富大贵 而是让人心安理得 活得安稳 外无仇家 内无矛盾 日子平淡而又舒适 对此 一部分人会疑惑 这些好报 无法让人大富大贵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说 总是用钱财来衡量善报 才是人类最大的愚蠢 而谈到恶报 人们的反应就更激烈了 为什么这个坏人 还吃香的 喝辣的 依旧活着呢 难道说 他们就没有恶报吗 有些时候 恶报并不会收走人之钱财 也不会夺走人之性命 反而会在某些地方 让他们承受极致的痛苦 我们都走了一个极端 就是认为 好报和恶报 都跟人之财富和寿命有关 这是不对的 有善报的好人 也有可能走得早 而有恶报的坏人 也有可能活到一百岁 人这一生的善恶报应 会在六十岁左右 来到我们的身边 到了六十岁 不少人都经历衰退 身体不好 所以就退休了 越是在人脆弱的时候 这善恶报应 就越会来到人们的身边 善报 之所以在人六十岁后才降临 是为了让人晚景安好 恶报 之所以在人六十岁后才出现 是为了让某些人晚景不安 比如 有些人老是本分了一辈子 虽然赚不到什么钱 但他们对得起天地良心 也不怕半夜鬼敲门 简简单单每一天 那晚年的质量 能不好吗 再比如 有些人不择手断了一辈子 退休后 就被圈子中的人抛弃了 心态愈发偏激 同时 他们的良心不安 整天疑神疑鬼 怕得要死 如此 哪怕他们住着大别墅 就真的过得快乐吗 人 到了一定的年纪 是否活得快乐 早已跟物质钱财无关了 而跟人之良心 和精神观念有关 正善念的人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肯定比恶念 丛生的人要心安 有很多干了一辈子 坏事的人 得罪了不少的仇家 等这些人死后 仇家就会找 他们的子孙复仇 如此 便形成了 渊渊相报的死循环 所谓莫道因果无人见 远在儿孙近在身 就是这个道理 既为了自己着想 也为了儿孙着想 我们还是安分守己 做人比较好 至于说什么 坏人吃香喝辣 好人不偿命 这都跟报应 没有绝对的关系 上文谈到过 天之报应 永远都跟财富 和寿命无关 只跟某些问题有关 对此 我们就不该 为了财富上的差距 或者寿命上的差距 而执着 或许 这人世间的报应系统 正在快速运转 只是我们都被一页账目 便看不清 真正的结果罢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1946年 丙须狗年生 命书上说 狗年活土生 乃是自眠之狗 意思是说 这年生的属狗人 一生为人性极心软 年少时 父母于阴少 且兄弟缘浅 但成年后能取四方才 少年离家背井 中年奋发有为 有志不怕难 晚年一生清几 一单时一瓢饮 不改其乐 属狗人 女命晚景 暮年 兴才妄想 男女吃结婚方好 早则不利 一生悲 属狗人 晚年儿女有靠 春 下生人有十生烦 秋 冬出世成家立业 日生属狗人免愁烦 夜生多福 属狗人六月生人为八败 其实 人生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不管命运如何 都应该积极向上 奋力前行 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勤劳智慧 是改变命运的基石 俗话说得好 大财靠命 小钱靠正 属狗人的财富七分 还是靠自身的努力 去争取来的 但剩下的三分 我们也别埋怨或羡慕 你靠自己赚得的七分 就已经足够一生所需了 属狗人过去几年过得不好 其实属狗人需要去转变一下心境 运势立马就会产生改变 古有云天道愁勤 属狗人天生自律 再加上天助我也 两者结合 方能成功 亲爱的朋友们 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个金童子 有的人会一夜之间财产翻倍 成为爆发户 有的人一辈子碌碌无为 省吃俭用 但还是没能让自己发财 但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 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 有句话说得很对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努力和运气 对一生的成就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分天注定 一个人吃多少用多少 一辈子跟谁在一起 冥冥中自有定数 属狗人初以初生 逢此日之属 狗人男女命格战中 福禄男权 初年平平 中年有玉贵人之柱 发达有时 荣幸可得 有望光宗药祖 能成争气的子孙 初二 此日生人 良善人和 体质健康 初年辛苦 多劳多累 兄弟难靠 自立成家业 中年开始转运 晚年力达 男主聪明 女主轻力 外表引人 初三 主男女夫妻宫 游喜有忧 配偶如意 相处和睦 可惜 恐怕要有不能长相守之术 子女有欠 中年后走圣运 左右逢源 是荣之命也 初四 逢生此日 男女阶级 主聪明好学 才智超群 有好夫 娶贤妻 初年平稳 中年有才 子女无亏 晚年吉祥 快乐之命也 初五 此日生人 主男女皆是聪明伶俐之人 懂礼早 顾佳能 但亲缘欠家 无依靠无借助 早年辛劳 中年运达转盛 晚年安稳的男 无忧之命 初六 此日生人 有苦有乐 初年较好 比较富足 但好学而成少 中年属 不闻不问 望运的时期 得在四十往后 有成之格 父兄无靠 白手 起家之命 初七 逢生此日 性格复杂 脾气古怪 兄弟有靠 手足有情 二十五 应保持家运 有功可成 女命圣男命 家偶欺成 守之平和 多守之命 初八 此日生人 性情伶俐 一生安乐 有福 但与父母 缘分淡薄 已离家外出 求成就 可逢贵有成 终晚年吉祥 女命操劳 属养育 中平 这命也 初九 逢生此日 男女逢吉 体貌端正 孝顺之子女 受人敬爱 出现平顺 顽景千种 名利双有 福在自得 一生心肠好 慈悲之命 初始 此日生人 有失不佳 轻者贪欺恋子 重则 贪花恋酒 一生饭桃花 愚者无论 少年辛苦 家困圆薄 中年开运 晚福可得之命 十一 此日生人 生时战虚者不好 恐要无依无靠 孤苦伶仃 她的得生 智力足 果断行 中年辛苦 财运虽有 料事不足 福运在晚年高之格 十二 主男女性的腼腆 为人温柔 能吃苦 勤俭有加 出现运质 中年运转 方箭并发 晚年余庆 功力双有 家门兴隆 福禄之命隔也 十三 逢生此日 男女阶级 宏福齐田 金运可达 三星拱照 福禄有余 印险通达 功成有 隔女命 男命 富贵可得 一主无忧无虑 金运之命 十四 此日生人 稳重沉静 男命轻起 出现平平 发家立业得 助于七例 女主貌美 出运不开 中运转顺 适得顺条 子女双有 后焚之命 十五 主夫妻敬重 子女行客 好争好斗 破坏前程 女战克夫 须配应命者 莫老邪年 如生时战及格 一生将是有利有才 十六 此日生人 男女皆是聪明格 喜钻艺术 青年勤政 中年一经 得不着祖业和财产 前半生将财来财去 身贤辛劳 喜有参半之命也 十七 属狗人逢生此日 主耐力较强 智力不足 一二孕妻多有障碍 六亲无靠 自立起家 三十五以后有家孕良妻 大有发展 男女皆是发达之命 十八 属狗人逢生此日 多智而聪明 性情过刚 不容他人 受得罪人 父母元宝 女婚早起而难持 发家靠自立 如生时欠己 一生将属 平平之路 十九 主男女阶级 名利双收 社会有知名区 男女皆有桃花之树 身有暗病 要慎为矣 早年属平平 晚属服命 二十 此日生人 男命依离祖 外乡谋财 骨肉无依 亲朋无靠 刻上刻下 晚年有幸 主女命 爱说爱笑 人缘好 妄服命 吃家贤能 多福之命 二十一 主男命取有 贤妻内住 一路和顺 意高胆大 有福他人 中年平稳 墨镜有望 女主心软 邻里和睦 子女双有 操心之劳 有财之命 二十二 逢生此日之男女 天资聪明 重信手艺 出现艰难 三十过后 起色兴隆 名城攻打 财力双收 是个完景大兴的 俘虏之命格 二十三 主男女坐视不定 爱这山望那山高 住址常患 好征好斗 中年前无发展 福才在终丸可得 女命胜男命 子女昌盛 二十四 此日生人可见 灵力手巧 坐视专心 是个成器之才 受人尊敬 除外逢贵才有 恐客七子 女命不如男命 操心费力 有福中晚之命 二十五 生于此日命代忠厚 爱多管闲事 又喜做好事 取有贤妻助力之格 女主巧料家庭 勤俭可嫁 子女不缺 中晚发达 属于妄家之命格 二十八 逢生此日之男女 均属命中平 一生有乐 有苦 坎坷多有 父母难靠 早婚饭客 晚婚吉祥 求和温和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二十九 此日生人 男女皆是先苦后天之格 前两步孕期不算及格 辛苦多累 憨多兴少 中年孕开 难借七丽女占复光 三十 属狗人此日生人 男女阶级 聪明而活泼 春风待人公开补偏 好做善事 前途无忧 中年后显财风 家旺龙夜 是个多福多寿之命格 属狗人地之虚中有物土 亦是火之库 因而称鹿得和 甘之与那因 皆为火土相生的情况 所以为陆地之腹坚固的结构 是火所中爱的土 如果再加上墓 更增火之望 则会火光闪耀 主人出类拔萃 能光耀门庭 这种命格本体已经厚重 不需要再有火望来住了 这种命格 自己有福禄 因而不怕偏贵人官 1946年的属狗人要知道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一个人有好运 会帮助自己的事业 得到良好的发展 而生活中很多人 在运势低的时候不努力 只顾着叹息 好运的时候又抓不住机会 总是错过了才后悔 生活中很多时候 人们总是在不经意中 就和别人拉开了太大的差距 属狗人日主参断 秉须木库 五位空王 秉须乌上土之命 性情温和 勤勉 属狗人个性保守 诚信可靠 晚年运势安定 一生具谋财之能 属狗人年少 自成家业 苦干实干 有福有寿 但属狗人也多急躁任性 耐力不足者 同时也看前重了些 生于贫家者 中年后运气上扬 生于富家者 中年后衰微 属狗人婚姻缘分的 心路历程障碍多 所以晚婚较急 难命带双重桃花 一生必定发生 今无藏娇之事 属狗人大多取得帮夫正事 妻事都勤俭持家 是一个贤妻良母 此命中年 谨防破产之忧 属狗人 女命能力强 有才华 可惜难以得到人缘 工作上不容易发挥实力 1946年属活狗 有着温顺 善良的性格 有机会开创光明的人生 他们对未来抱着无限希望 很懂得追求理想 而且往往能够实现 因为他们懂得不能一步登天 不会把理想的位置设置得过高 他们会踏踏实实地工作 以求成功 当朋友有困难时 活狗会同情对方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但不会马上付诸行动 而着良情形 在最适当时给予帮助 由此可以看出 他是个行事非常谨慎的人 至于属狗人一生寿命 大多属有福有寿之人 其余的就交给上天安排吧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俗话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集阴德五读书 六名七相八境神 九交贵人施养生 既定的命和运 我们无法改变 至于遇到什么贵人 也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但是 我们需要留心自己的名字 或者 在给孩子改名的时候 也要多留心眼 身为父母或者长辈 必然要经历 为子女后代改名这件事 可是 该如何改名呢 这看似是很简单的问题 实际上并不简单 首先 名字取得不好 命运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其次 乱改名字 搞得个人的磁场乱七八糟 招惹来了不幸和厄运 那人注定倒霉 不要觉得名字就是一个代号 没啥影响 也许 越是我们所忽视的东西 越是影响巨大 说句不好听的话 名不好 命多半很糟糕 人改三名 注定受苦 乱取这些名字 会让人折腹折寿 民间有句老话 有多大的头 就戴多大的帽子 头太小 而帽子太大 只会让人看不清眼前的一切 到处碰钉子 取名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取跟自身阶层相符合的名字 或者磁性相对温和的名字 但一定不能取太大的名字 什么是太大的名字呢 比如说 动不动就用三皇五帝这八个人中的某个字来取名字 动不动就参考古代王侯将相的名字 不是什么好事 就拿姚舜宇这三个字来说 最好还是不要用 因为这三位圣贤的名字 不是普通人能够驾驭得住的 就跟骑马一样 你无法驯服这匹猎马 那他就会把你甩到地上 普通人 就该取平凡且温和的名字 至于有点身份的人 不妨参考个人的志向来给后代取名 只要命格震得住 那就没问题 一旦震不住 人之气韵就跟气球爆破一样 再无充盈的可能 还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出现 前几年 无数父母都给孩子取跟名人或者明星重叠的名字 在他们看来 别人能够成为名人或者明星 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为名人或者明星 这种想法可以说是特别美好的期盼 但不会成为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名字的运势是有限的 别人符合 不一定你或者你的孩子就符合 三国时期 诸葛亮盖世无双 难道诸葛家的后人 也取个诸葛亮的名字 就能有元主一样的成就吗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还会惹来麻烦和厄运 再比如 历史上叫李渊的人数不胜数 为什么就唐高祖李渊最出名呢 因为这个名字的气韵都加注于他的身上 其他人 再怎么叫李渊也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 有人会问 古往今来的名人名字那么多 难道就不能重叠吗 我的建议是 古代的名人名字 重叠没问题 但是 近代 现代的名人名字 最好别重叠 说句不好听的话 别人是名人 不代表你取个跟他一样的名字 你也能成为名人 有些时候 还会受到别人的嘲笑 寓意好的字就那么多 有些人为了标新利益 就给孩子取一些别人都不认识的生辟字 连输入法都打不出来那种 容易给孩子带来麻烦 为什么太过于生辟的字不能用呢 三点原因 首先 在人情社会当中 名字太生辟 别人不认识 就会间接影响人员和他人对你的态度 其次 在江湖当中打拼 名字太生辟 领导都看不懂 那他们 基本就会无视你 而不会给你任何的机会 容易导致怀才不遇 第三 太复杂的字 对于极少数人来说 有利于他们的命格兴旺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会拖后腿 从小就受写名字的苦 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的名人贤士 或者如今的大人物 名字中代生辟字的人特别少 有些时候 一个好记且简单的名字 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名如命也 简简单单就好 与其复杂 不如化繁为简 除了上文谈到的那三点 取名字 还有诸多的机会 例如少取力气太重的名字 少取根根四项八卦有关的名字 一旦搭配不好 就会出问题 所谓跟四项八卦有关的字 就是 钱 坤 震 血 坎 离 根 对着八个字 这些字 不是不能用 只是它们都很难搭配 至于说取什么名最好 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 那保持两个原则就好 第一 是什么锅 就配什么盖 别搞太高大上的 镇不住 也没必要 第二 简单好记 容易给人留下不错的低印象 其余的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 又逍遥 下其见 1946 丙虚年生人 本命生孝狗 那因为乌上土命 流年那因为肠流水 一生活土 香生泄气 出生年命天干丙火 与流年地之虚土为木库 木有坟木之意 外出虚注意交通安全 以防意外发生 健康方面 不要自认为是小病 而疏忽了检查 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1946年生的男性朋友 七年命卦 与流年灌注的 前金五行火金相克 任克天 感应气场 为绝命筋 对健康不利 虚防破财 头痛头昏 筋骨疼痛 心脏病 肺病等 1946年生的女性朋友 七年命卦 与流年灌注的 离火五行火金相克 天克人 感应气场 亦有红伤之势 一生在犯太岁年份 对健康极为不利 只要是犯太岁 或行太岁的年份 都需多加注意 不过 今年龙年相对 蜀狗人来说 虽是冲太岁的年份 蜀狗人当然必须小心 但是今年 对于蜀狗人 也不是全是坏事 龙年对蜀狗人 算是极凶参半的一年 只要凡事小心谨慎 在平时做好万全准备 今年蜀狗人 仍有极星相伴 好事仍旧是一箩筐的 1946年生的生肖狗 今年青龙手库 2024龙年 你的好运也确实来了 2024年的龙年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你们和家人们 将迎来好运连连 让我们一起 揭开幸运之门 分享这份难得的喜悦吧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新的一年里 蜀狗人将好运亨通 今年是龙年 神奇龙的象征 在中国文化中 被视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年份 龙年象征着力量 智慧和成功 它还象征着庇护和守护 代表着幸福与吉祥 对于蜀狗人而言 龙年是一个充满挑战 和机遇的一年 龙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最为神秘的 龙被誉为至高无上的吉祥之物 它的存在 让人们感受到力量与智慧 龙年对十二生肖 各个属相来说 都是通向成功的金钥匙 而在家庭中 龙更是象征财富和团圆 为家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 对于孩子们而言 迎接龙年意味着 踏上了一个充满祝福 和可能性的旅程 他们将在这一年里 得到龙的庇佑 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属狗人好运的时刻 降临2024年 今年属狗人你要相信 这注定是你和家人们 幸运的一年 在这段时光里 您将发现生活中 无数机会与惊喜 等待着你们 不论是在学业 事业还是家庭 将迎来蓬勃发展的机遇 属狗人也将变得 更加自信和勇敢 敢于探索新领域 迎接挑战 属狗人要把握好运的方法 首先是保持积极心态 因为幸运从来 不会降临在消极的心灵 因此 拥有一颗乐观积极的心态 对属狗人至关重要 1946年生的属狗人 年纪已经有了 对各项事物也都有经验了 大部分这个年纪的属狗人 都已经退休在家 已养天年了 今年属狗人只要把自己照顾好 就是最大的福报了 赚钱发财那些事 就留给下一代吧 属狗人只要相信 自己和孩子们 都能在新的一年里 享受好运就可以了 属狗人一生都注重家庭教育 属狗人知道 家庭是孩子们成长的摇篮 他们今年可以享受到 子孙带来的亲情 在这一晚年岁月里 属狗人与孩子们的沟通 十分重要 孩子会关注属狗人 他们的内心世界 给予属狗人充分的孝顺和支持 那么 在龙年里 属狗人如何迎接好运与幸福 其实这年纪的属狗人 都早已明白了许多道理 老年的属狗人在今年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是幸福的第一步 紧随其后的是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能走能跳是人生快乐的关键 属狗人每天吃得下睡得着 那是比发财更重要 这年纪的属狗人要知道 家庭是你们坚实的后盾 维持良好的家庭氛围 能够让你度过无忧的晚年生活 此外 你自己养成良好的习惯 也是健康至关重要的关键 无论是生活还是社交 对你现在来说 良好的习惯将伴随你们 走向平安幸福的道路 使你们更加自信和坚韧 祝愿生肖狗的朋友们 以及所有的家人们 在2024年的龙年里 健康快乐 勇敢自信 愿幸运之神 永远眷顾属狗人 让好运与幸福 环绕在你们的生活中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美好的 2024年龙年里 愿所有的生肖狗朋友 收获丰硕的幸福 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 展现出勇敢自信的品质 愿所有的努力与付出 都能得到回报 让好运与幸福如影随形 在新的一年里悄然而至 我与属狗人共同前行 通过对2024年龙年 对生肖狗的运势的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年里 属狗人急凶不一 凡是多做计划的属狗人 好运之门将敞开在他们面前 而凡事都不当一回事的属狗人 将面临更多挑战 毕竟龙年对属狗人来说 是冲太岁的年份 属狗人的心态好坏 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属狗人要记得秉持乐观心态 注重自身健康 在今年培养良好习惯 将是2024年迎接好运的 有效方法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屈及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民间有句老话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对于这番话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理解 都不一样 三十岁那年 不信这番话 认为报应就是鬼话连篇 都是骗人的 毫无意义 四十岁那年 吃过点亏了 就认为报应还是有点道理的 至少 中年过后 淘汰率更高了 过了五十岁 基本就相信因果报应了 因为经历颇多 所以不得不信 现实报不是不会出现 只是时候未到罢了 比如 有些报应要在十年后才出现 但你现在就要求报应出现 哪有可能心想事成呢 按照运势的走向来说 十年就是运势的转折点 这就注定了 不少的报应 都会在十年后不期而至 本事再大也无法逃避 要知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人世间有一个现象 你越是不希望发生什么事 这件事就越是有可能出现 有点钱的时候 不少人都瞧不起穷人 还觉得自己不会成为穷人 没想到 多年后 自己成为了穷人 同样被人瞧不起 正如北宋宰相 吕蒙正在破摇覆中所言 人生在世 富贵不可禁用 贫贱不可自欺 听由天地循环 周而复始焉 我们也就一介凡人 再有钱也不要用尽 更不能瞧不起别人 不论是自身贫贱 还是别人贫贱 都不要有任何自卑自辱的想法 这苍茫天地 一直在循环往复 周而复始 因果报应也在其中 谁也逃不掉 不然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怎么可能会成为现实呢 越是在有钱的时候 越是要保持敬畏之心 你敬畏了自然和天地 自然和天地才会尊重你 保你安稳 想起一个段子 某个县城的地痞流氓 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到处为非作歹 后来 他啃到了一个硬骨头 别人是大城市里面的地痞流氓 所谓一物降一物 就是这个道理 在县城当中 你确实很厉害 但是 在城市当中 你未必就特别突出了 终究有些人 可以压你一头 你是好人 那你就会遇到更好的人 这是不绝对的 但你是恶人 那你就会遇到更坚恶的人 这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墙中自有墙中手 恶人自有恶人魔 为什么黑道当中 有黑吃黑的说法 就是因为黑道讲究的 是弱肉强食 相互吞并 别人不会给你留任何的生路 为人处事 还是善良一点比较好 至少 做事不要太出格 诡计不要满肚子都是 真诚点做人 慈悲点做事 终究是有好处的 老天终究是公平的 你好 他不会让你更好 但是 你坏 他就会安排 更坏的人来到你的身边 曾世强教授说过 你有十分的气韵 但你不能全部用光 至少要给子孙留三分的气韵 如果你用光了 后人用什么 不就倒霉到家了吗 就跟家产一样 你有一百万的现金 可以全部用光 但子孙后代就贫穷了 所以 你肯定会留一部分给他们 帮他们一把 在为人处事这个问题上 我们需要坚持三七分的原则 自己可以是三 也可以是七 但不能走极端去到十 试想 吃饭的时候 你发现今晚的菜不错 就吃了十分饱 那你饭后不就痛苦了吗 严重点 还会影响到胃部的消化 在聪明这件事上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天赋惊人 绝代风华 那你的子孙 十有八九平平庸庸 哪怕坐火箭 也追不上你 所谓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你缺了什么 老天才会帮你补全什么 你啥都走极端 做绝了 那老天就会削减你的福气 让你物极必反 道家的老子 为什么倡导顺其自然 儒家的圣人 为什么倡导天人合一 佛家的佛陀 为什么倡导随心随缘 不论是顺其自然 还是天人合一 一或是随心随缘 本质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求人们顺着天道去做事 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则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现在是信息时代 就不能拿农业社会的一套来做事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 人身处于时代潮流当中 就不能逆潮流而行 比如创业 你选择了西洋行业 那你无论投入多少钱 都不会有任何的收益和前途 反之 你选择适合这个时代发展的产业 那才有未来 再比如 天道希望人们脚踏实地 但他们浮夸不堪 那浮夸的人 就会掉入到深渊当中 承受属于他们的不幸和痛苦 人还是顺天行比较好 走错了一步 多半就满盘皆输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1947年出生人的命运 生肖命理所言 1947年为丁亥年 此年蜀猪人五行蜀火 为火猪之命 通过六十甲子耐阴表查询可知 1947年蜀猪人为乌上土命 为野灵过往之猪 一生虽不漂泊 但会在一定的地狱中扎根 丁亥年的人 其人头脑聪明 胆量大 行动迅速 但因不善言而常受到口舌影响 遭灾 年纪增长之后 会变得与沉默寡言 使人际关系不佳 若蜀猪人能培养哑量 知道天地中各物皆有特性 做人能容人 接受苦口婆心的谏言 吸取广大的见识 其实蜀猪人很容易充分发挥 自己的天赋 一生成就不凡 蜀猪人也可成为领导人物 蜀猪人优点是为人真诚正直 他们凡事认真实行 大部分蜀猪人性情率直 心地善良 但他们是个人主义至上的一群人 内心刚毅慷慨大方 直接了当 正义感强烈 做事光明磊落 但不拘小节 有时又给人天真浪漫的感觉 另一方面火猪的依赖性很强 最适宜于做一些团队合作性的工作 也适合向专业研究方面发展 蜀猪人如有一技之长 必定会建立一定规模的事业基础 年轻的蜀猪人常满怀雄心壮志 喜欢创业 与朋友之间相处十分融洽 火猪在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内行 绝不会浪费金钱 一生财运极价 他们很懂得开源节流 自己绝不会浪费金钱 也不喜欢家人花钱大手大脚 所以蜀猪人晚年可说是有房有产的人 火猪人虽说不是最聪明的 但因为对钱有观念 能理财 所以可以适当从事投资项目 不过蜀猪人投机金额不宜过大 且最好建好就收 以免被没赚到利差 使了本金用 总的来说 火猪人只要不太贪 一生财运是不错的 接下来说说1947年是什么命 属猪的人的性格 他们有崇高人情毅理 做人纯情 缺少滤脊的能力 甚严缺乏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他们具有消极性理性能力 对不熟的人沉默寡言 有时常因异性的事而起波折 1947年生蜀屋上土命 古书上说 蜀猪人山植为林 水火寂寂 盖壁雪霜之机 镇陵风雨之功 此土瓦也 飞墓无以驾之 故以墓为根基 平地为上 大林刺之 予取天干化木 亦即只怕冲破 此四城之土 不宜见火 炉中丙银醉凶 丁卯烧可 太阳霹雳可取相姿 山下 山头 有木生之 则祸 灯头丙须见以四围上 丁亥见甲臣刺之 为之火土入堂阁 若注中木多 亦不为及 水移天河 景泉 剑下 阶级 如先得平地木成格 大跪 溪流无木多妖 若丙须而得鬼四 丁亥而得甲银 则有别论 再看日时 所成造化何如 大海无山 则不宜见土 土见路旁 如丙须得心位 丁亥得耕武 阴阳互见 更甲木为基 主贵 避土亦移 鱼则密没 若缺木而三行聚 纵是二土亦凶 沙土独丁亦不防 今为见风 拆穿最急 丁见人参 天干化木 地之乾坤清移 丙见心亥 天干化水 地之丙入干户 皆大贵阁 若丁亥见耕须 丙须见鬼友 则不为急 薄金 有粉饰之用 一急 于今无用 当以贵路参降 那么 无上吐命的 1947年 蜀猪人命运如何 火猪人为人坦率 诚实 做人不会拐弯抹角 但缺乏灵活性 所以 一生会遇到不少麻烦 但大多平安无事度过 蜀猪人很自信 也很正直 因而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这正是所谓的人 善天不期 火猪人平时个性喜欢沉默 可是一旦开口表达意见 则是口落悬河 滔滔不绝 一下子就将所有的话 宣泄出来 火猪人极重视家庭伦常 对父母亲十分孝顺 兄弟间感情深厚 为了家庭 甘心劳碌一生 火猪人感情执着 对自己喜欢的人 即使单方面付出 也不会埋怨对方 1947年出生的火猪 男命和女命发展 与境遇也不尽相同 但属猪人 无论男女 都是个生命力 非常旺盛的人 一旦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就会着手进行 哪怕困难重重 也会要去做 不过能不能坚持到底 有时属猪人缺乏耐心 又过于急于求成 属猪人做大事成功几率不太大 2024年为龙年 1947丁亥年的生肖猪 遭遇2024年甲陈年 七杀透出 而化了七正彩 主导生肖猪 在2024年容易破财 或是各种花费增多 尤其老年属猪人 更需要注意的是预防防骗 因为老年群体 总是容易被骗子算计 其次的话 太岁和生肖猪 有气势之客 但此客制力度较小 一般多为隐性的压力 或肠胃方面的不是的 还有属猪人 关于感情运方面 1947年的生肖猪 虽已至老年 但今年遭遇了天喜桃花 如果丧偶的老年生肖猪 还遇在找老伴的话 2024年却是多有桃花 特别是利于女性生肖猪 男性的话 则可能压力略大一些 男性属猪人为 丁火正财神物土偏观 主导自身利益 容易受到侵害 代表今年容易被为难 可能会遭遇一些 侵占了自身利益的事 对于自身运势来说 极为不利 如果还没完全退休的生肖猪 就得尤其要注意了 事业上多压力和损耗 2024年为偏观化正财 也非常的不利于 今年的自身正财运 就是说 不宜涉及投机赌博 还需要防范被骗 毕竟你想要人家的利 人家却贪图你的本 另外 2024年为火库 为生肖猪的财库 对于生肖猪来说 不是一个容易发财的年份 想要发财是较为辛苦的 需要自身很主动 并且还要去承受较大的压力 2024年 多为受到土克之事 一般多为隐性的压力 比如肠胃方面的隐隐作痛 或是精神亏虚 或是肾气不足等情况 注意 今年偏观透出 不宜招惹纠纷仇恨 否则不排除会有流泻和伤害 其实 世间运气有时最难琢磨 有时同事属猪人 为何他没事 你却有事 而虽然说人定胜天 但世间有很多事 未必努力了就一定能实现 有的人明明很努力 做事方法等也对 但偏偏总在关键时刻 却有这样那样的意外问题出现阻碍 让自己失财破财 或者是挣不到钱 这就是财运的问题 要知道 真正的会成功的人 做事事半功倍 财运的改变和加强 是不可忽视 如此不琢磨的财运 怎么会来改变 除了加强自身气场外 更需要外来的气场 以协助聚财旺财 好比船只在海中迷航 需要导航塔来指点一样 人的财运 需要了解自身运势的高低 做到好的手该工 低潮的手该手 以求一朝如意 财源广进财势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缘起缘落 缘距缘散 一切都是天意 有善缘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是来找我们报恩的 而有孽缘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是来找我们讨债的 报恩的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比如我们遇到了伯乐 伯乐也赏识我们 那我们的事业和前途 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讨债的是我们生命中的仇人 比如我们遇到了不孝的孩子 他们总是跟我们对着干 还特别不孝 那我们的后半生就真的悲惨了 至于来到我们身边的 到底是贵人居多 还是仇人居多 谁也不知道 所谓是福不是祸 是祸夺不过 你命中的仇人会找你讨债 被他们盯上 或是将不期而至 民间有句老话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年 前世今生的缘分 才造就了一对 能够同床共枕的夫妻 这缘分难道都是善缘吗 这是不一定的 在现实当中 有些同床共枕的夫妻 是前世今生的仇人 生来就是为了找对方讨债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 也许某一方在上辈子 亏欠了另一方 没有亏欠 就不会相遇 只要相遇 那双方将不死不休 这就是人们对枕边人 既爱又怕的原因 要么恩爱如糖豆 要么仇恨如敌人 有的男人 本来想干一番事业 没想到遇到了一个 拖后腿的女人 那她一辈子就被毁了 有的女人 本来想嫁个不错的男人 没想到遇到了一个浮夸男 一辈子也被毁了 这红尘俗事就是如此 不是你找我讨债 就是我找你报仇 关系很复杂 小的时候 就听身边的老人说 这孩子跟你有缘分啊 未来绝对会孝顺你 看那孩子 跟你没缘分里 不好相处 我们所生的孩子 未必就一定会对我们好 哪怕血缘关系 再怎么亲密 也无法改变骨子当中 想要复仇讨债的本性 村中有一个男人 35岁那年才有了一个儿子 可把他高兴坏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的儿子跟他的关系 一直不好 还时不时顶撞他 这个男人也不理解 这是我的亲生血脉 为什么还会跟我对着干呢 他的妻子也问孩子 为什么你要跟你的爸爸作对呢 你们俩消停点不行吗 孩子这么回应母亲 我一看到父亲 就打心底讨厌他 只要听到他说某些话题 就想反驳他 跟他对着干 这种情绪 从小到大就有 跟父母缘分不好的孩子 哪怕你找再好的老师教育他 也改变不了 他跟父母缘分不好的现实 只能说 父母生下了孩子 就需要有被讨债的心理准备 这种相生相克的情况 在三国演义当中特别常见 曹操在五十来岁的时候 就已经统一北方了 按照他的设想 只要他打败东吴 收复江南 就能横扫南方 统一天下了 这个时候 刘备和孙权阻碍了曹操的统一大业 并且将曹操的大军烧得灰飞烟灭 可以说 刘备和孙权 在赤壁当中 克惨了曹操 多年后 吕蒙突袭荆州 杀了关羽 让刚收复汉中的刘备 突然间走了下坡路 一段时间后 刘备发动了一陵之战 可是 孙权派出了陆逊 火烧连营七百里 孙权这人 就是三国中的一个伴 既阻碍了曹操 也阻碍了刘备 到最后 到最后连他自己也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 偏拘一鱼 这就是老天的好手段 老天知道刘备和曹操都不是天命所归之人 就让一个孙权去阻碍他们事业的进程 好让司马懿上位顺应历史大势 我们常说 不要用自己的善良去考验人性 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 年轻的时候 我们特别善良 看到谁有困难 自己就会慷慨解囊 去帮助他们 在那时候的我们看来 只要帮了别人 别人就会跟我们做朋友 后来 等我们被反咬一口了 才明白上述的想法 特别天真 我们的好 很有可能会被人当成河边草 只要别人有机会了 就会来反咬我们一口 在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当中 农夫追着大灰狼 想要取他的性命 大灰狼遇到了东郭先生 就求东郭先生救他 读书人也是好心 就帮了大灰狼 等大灰狼摆脱农夫的追杀后 他就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斥了东郭先生 这就是我常说的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所有的白眼狼 都不是什么好人 只要我们被他们缠上了 基本都要掉一层皮 如此 我们就该代言识人 提高警惕之心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1947丁亥年生 生肖五行是火猪 生肖学来说 火猪的主人依赖性很高 一生最适宜于一些合作性的工作 当然也适合向专业研究方面发展 因为研究很少独立完成的 鼠猪人如有一技之长 必定会建立一定规模的事业基础 他们常满怀雄心壮志 喜爱创业 与朋友之间相处非常融洽 朋友所提出的意见 鼠猪人自己通常都会接纳 所以有着较好的人员 但他们也有耳根软的毛病 喜欢听小道消息 1947年的火猪 一生的桃花韵 只能做平平之论 婚姻和感情都不是很顺利 年轻时可能会经历一些婚姻的挫折 鼠猪人只有到了年纪大了 才会渐渐将感情稳定下来 鼠猪人会知道 另一半还是原配最好 一些半路婚姻 并不如同想象那般美好 1947年火猪的主人 在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内行 绝不会浪费金钱 一生和财运极佳 对理财方面有自己的一套 能存下钱财与房产 生肖鼠猪朋友 于去年是地支三合 运程应有一定的进展 为踏入甲晨龙年 应会得极星红鸾天喜入命 本主运气畅旺 可以说有机会一喜颓气 但依因会得病福寡秀 墨月碎煞等凶星跌临 命主就是年中会单于义乐 做事虎头蛇尾 自暴自弃 在做大计划或大项目的规划时 缺乏信心 过了年中以后容易无精打变 但如命主可以勤奋实干 多学多思考 灵活变化 甲晨年是一个转变重生 一展报复的合适时机 但在转变之初时 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困难措施 只要有足够心理准备 明白失败乃成功之母的道理 当问题解决后 前进自然一片光明 当然 你亦不可贪及冒进 切记目标及主意太多 阴火头点的太多 却未能一一实现的话 反会浪费精力时间 更对你的自信心有影响 此外 做事不可没守成规 要多尝试新事物 即最重要 是要与不同层次的人 都保持良好的关系 将成就功勋与人分享 大家同舟共济 一步一步去做 稳扎稳打 不存过分期望 返于年终 会见有突破 生肖属猪者 今年名声不佳 既这人怕出名 猪怕肥 过分有名声出位 及高调的话 反为会对工作事业 以致钱财运 造成压力及负担 既这枪打出头鸟 防音过分出位 而招口舌是非 其实 孝猪者 今年当副手 或站在第二线 反为更容易见到 表现及好处 故事一当顾问 策划等角色 但需要亲力亲为 记着 世上是没有免费午餐的 如果分懒惰 或依赖别人 则恐怕遭小人反叛 及破坏 是龙年 一应小心文件 合约出错 以招致败损 生肖属猪者 今年财运 其实并不太坏 更可说是正财 偏财量的 今年是小康 小富的一年 问题是你如果过分贪婪 即沉迷炒卖 投资赌博 而不思正业者 则会破败告终 世年房有阴贪或小财 而惹口舌是非 更不可以富人之人 做借钱或做担保之举 否则人财两空 失财失意外 更见官司缠身 故纵有一时之财 除应懂节俭之道 世年房有胡乱开支 切记大隐大食 因房破财外 更见患上肠胃 疾心血管毛病 必须击鼓房积 及做长远不动产的投资 是保财胜利之唯一上策 再者生肖猪者 要房因失窃 或家居维修而破财 住家居安全 生肖属猪者 今年感情方面并不见好 常与伴侣配偶 有意见不合 方向及目标不一致 而出现争拗 令到第三者 会有机可乘 属猪人一生感情虚患 要防净花水月 纵然有似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出现 到头来 竟却是一场春梦 有花开而无结果 桃花虚发 今年英房感情影响工作 生肖猪的女性 不可贪图意识感情或物质的引诱 而误听感情骗子的甜言 出损名破财外 春风过后 猪胎暗结时 更恐有血光 防自己成为第三者 破坏他人之家庭幸福 老年属猪人已婚者男性 切记在外沾花惹草 防影响事业 名声外 一防破坏婚姻感情 更恐感染上风流病 便更后悔莫及 健康方面属猪的朋友 今年防有过劳之鉴 失眠 呼吸系统 敏感等毛病 1976年老的生肖猪朋友 更应防有心血管 及肾脏毛病 孝猪者 今年切记流连人 多车多之地方 防感染流感病痛外 更易有因口舌冲突 而见有血光 此外 既探桑问病 防有因家居口舌 倒结 而见血光 及破财 除注意家居安全外 应打好邻里关系 记着远亲 不如近邻的道理 在假成年属猪的朋友 应多属兔 猪 羊 虎等生肖者交往 可得声望之功 但遇上属鼠 蛇 龙 鸡者 则会有相形之鉴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憨山大师在《醒世永》中写道 生前往费心千万 死后空留守一双 悲欢离合朝朝闹 受邀穷通日日忙 修得争强来斗圣 百年魂式戏文场 请客一声锣鼓些 不知何处是家乡 活着的时候 我们都为了钱财名利 权势地位而奔波忙碌 一旦离开人间 其实啥都没有了 一切物质皆是过眼云烟 世人总是活在悲欢离合当中 为了不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日日忙碌 事实上 人再怎么争强好胜 也毫无意义 因为人间就是一个舞台戏场 所有人都有羡慕的那一天 等锣鼓声响起时 才发现一切都结束了 家乡又在何方呢 可以说 憨山大师用了短短几句话 就把红尘之人的开始 过程和结果讲完了 也许千百年来的人间都一样 变得只是科技和生产力 而不是人类 有一个对话 小沙迷问禅师 师父 我观世人匆匆忙忙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差不多 就连他们的后代 也过着相似的人生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老禅师指着眼前的一片树林 淡然地说 这里的每棵树都长得差不多 那这些树的存在 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沙迷摇了摇头 回应 他们看起来一样 可实际上又不一样 一样在于 他们都是树 而不一样在于 生长的过程和结果都不相同 老禅师哈哈大笑 人便是这树 树便是这人 每个人都活在凡尘当中 但他们的感觉 想法和追求都存在差别 所以他们的道路不同 归宿不同 小沙迷继续说 归宿不就是所谓的死亡吗 老禅师感慨 归宿表面上看是死亡 实际上是回归到自然当中 每个人在自然中都有自己的道 也都有自己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我皆是红尘的修行者 能修到何种程度 本就存在差别 普通人来到红尘 只是为了找到自己的道而已 有记者采访过金庸先生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金庸先生指挥了八个字 大闹一场 悄然离去 在金庸先生看来 每个人来到红尘都会大闹一场 至于活成什么样子 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 最后 每个人都悄然离开 不留一点痕迹 所谓的大闹一场 不能从字面意思来解释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想和追求 就该听从本心 为了自己的愿想和追求而活着 金庸先生写了《飞雪连天涉白路》 《孝书神侠》以碧渊十四本小说 开创了一个武侠的时代 所以 他的大闹一场 就是给人们呈现出侠客们的江湖 同样的道理 医生救死扶伤 玄乎济世 这是他们的大闹一场 商人们在市场中 创造了自己的企业和公司 促进市场的发展 这也是他们的大闹一场 哪怕这些人最后失去了他们的事业 回归到虚空当中 但他们大闹一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红尘也就无憾了 一个人走到红尘的尽头 能带走的只有这三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毫无遗憾 此生值得的圆满 我一直相信 无论是谁 走到人生的尽头 都会生发出圆满之感 哪怕是不幸而去之人 也会因为此生的经历 而没有遗憾 就跟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一样 一辈子都在杀戮中度过 后期他的兄弟 还死在了他的面前 让他逐渐领悟了 陈世贱的真相 所以鲁智深在征讨完方腊后 就回归到寺庙当中 听着前唐江的大潮而圆寂 一句今日方之我 使我了却了红尘人间 第二样东西 内心深处的真我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 人活一辈子 就是为了认识自我 找到自我 这所谓的自我 就是真我的意思 我是谁 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 有什么追求 意义如何 这些问题 要在我们差不多离开的时候 才能想明白 当我们想明白了这些问题 就证明我们跟岁月妥协了 完全接纳内心的真我了 如此 才是孔子口中的 甚是善终 道家的老子提出过一个观点 和光同尘 大致意思是 我们要融入到自然 世俗 以及红尘当中 不排斥 也不纠结 坦然面对 这所谓的和光同尘 有三个境界 境界一 融入到人群当中 默默赚钱 境界二 接受人间的黑白善恶 不再愤世嫉俗 境界三 与自然相容 与宇宙万物相容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 人死后 就会被火化 从而分解成无数的粒子 分散于宇宙的各个角落当中 这和光同尘 乃是普通人的必然宿命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1947年丁亥年属猪的人 今年财运方面 勿轻易听信外人的宣传投资 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当听取家人的意见 或不碰为妙 以免受骗而失财 今年健康运上家 但尽可能不要太操心于家中的琐事 70多岁的属猪人 这时候应该一养天年 寒一弄孙 但别太为子女的问题操心 属猪人须知 而孙自有而孙福这个道理 年轻人的事情 就由他们自己处理即可 农历四月和七月出生的属猪人 即一向心脏有问题的朋友 在今年紧记时刻保持心境平和 做事物冲动 讲话放慢速度 好好地讲 凡是以平常心待之 方可保你身心慷态 属猪人今年特别关照心脏疾病 千万不要动气伤身 1947年生肖猪的人健康运程 今年身体会经常感觉到疲劳 压力过大会导致精神紧张 夺梦 而且容易说梦话 这些都要注意 胃功和害功 虽然在三方位互相促进 同时也互相影响着 因此尘土和害水 所指代的身体的器官都要注意 脾胃 肝脏 还有肾脏 平日都要精心地保养 毕竟1947年的属猪人 年纪已经摆在那里了 要少抽烟少喝酒 熬夜的次数不可过于频繁 龙年若身体得病 很不容易好 属猪人切记 1947年属猪的人 常会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对于还在工作的属猪人 身体和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 而如果现在还要为三餐工作的属猪人 这种心理不从的感觉会更严重 若是工作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节外生枝受到意外伤害 更是常有的事 比如我有很多这个年纪的朋友 现在还在开车为生 在今年虽是还能工作赚钱 但是只要累了就要休息 因此属猪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今年想要速战速决赚大钱的可能性很小 属猪人平日也要积累人际关系 这个年纪若有三五知己朋友 相互照看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 属猪人在今年财运一半不是很理想 一半还可以 如果努力工作 还是可以赚到钱 对生活不无小补 但今年偏财运较差 想要做风险投资的朋友 大部分的月份是不可以投入资金的 一定要挑一个运势相对还算可以的月份 再投入资金 属猪人正财运稍好一些 努力工作 还是可以换来不错的回报 但赚钱过程中 实属多劳多得 而且还会遇到小人挡路 甚至截断财路 必要的时候 要选择一些护身符之类的 吉祥物佩戴来守住财运 出生于1947年的属猪朋友 今年虽不宜出远门 但由于受到一马 行作祟 不得不出门的机会增多 导致身体健康受到考验 七十多岁的你 年事较高 不宜太过操劳 加上今年容易被意外事故伤害 若有必须出远门的情况 最好准备充足 以防万一该带的药品要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 也要写上用途用法 如果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的属猪人 做好一些小事 有时可以救你一命 另外 属猪人还要留意另一半的健康状况 今年对方的手脚容易受伤 应移除家居生活中的危险因素 老人不宜参加丧礼 更不宜吃供奉祭祀的食物 以免沾染霉运 导致生活不顺 四十七年属猪人 今年可多走进正规庙宇 来提升整年运势 使得今年极锐临门 如要进一步提升健康方面的运势 可在床头柜或者卧室的西北方二黑病福方 放一包食盐 以化解竹气晦气 但要记得把食盐打开 食盐吸收晦气 可保身体安康祥瑞 远离病痛灾厄的侵扰 属猪人在假成年 失去另一半的朋友可抓紧机会 此年可以有很多机会 遇到心仪的对象 只要发起公事 一定会有个好的结果 但是要小心烂桃花的袭来 对于失婚的朋友 不要着急 缘分该来就来 没有缘分 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桃花煞和桃花节在今年容易泛滥成灾 因此 想要有个美满家庭的属猪人朋友 切记不可招惹 已婚的属猪人 双方感情还算融洽 偶尔斗嘴在所难免 只要互相理解 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感情方面还是蛮乐观的 1947年属猪的人 2024年总体来说 假陈年能够相对的影响属猪人部分的运程 若害公心情急性较多 而且妙望则对流年命宫 会起很大的好作用 但是若命宫煞药满天 且丝化关系只有画迹 而无画科和画路 那么属猪人就要多加小心了 因此 属猪人在2024龙年 算是个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今年不是很稳定的年份 属猪人喜忧参半 因此 在整年的行运过程中 尽量地考虑周全 跟朋友 同事关系都要处理好 否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总的来说 属猪人变量较大 贵人运不错 有赚钱机会 但没发财可能 因为今年竞争较大 今年属猪人的健康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财运一般 破财迹象明显 大部分破财 是因为家人亲戚朋友 平时要注意开源节流 此年破财是不可避免的 只能通过一些预防措施来缓解 比如身体方面 注意心脏和肾脏方面的养护 不然 看病是很花钱的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 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一样是太阳 另一样则是人心 一颗小小的人心 就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就跟深渊一样 你无法完全看穿 但它可以吞噬身边的一切 你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为什么人心会如此可怕呢 三点原因 首先虎豹不堪起 人心隔肚皮 其次 人既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很复杂 第三 人心善变 会为了利益变得毫无原则 以往 你我还是亲密的朋友 今天 你我就有可能成为敌人 原本 你跟他是一个妈生的亲兄弟 如今竟然成为了相互仇视的陌生人 正如王志文所言 人就是一个多变函数 今天有可能成为你的盟友 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你的敌人 到底什么样的人最可怕呢 根据多年的观察 那些眯眯眼的人最可怕 谈到眯眯眼 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 这人的眼睛眯起来就跟一条缝一样 真奇怪 人们只想到奇怪二字 就终止了 没有继续想下去 因为他们觉得 眯眯眼很正常 有什么好研究 好纠结的呢 事实上 普通人很少有眯眯眼的情况 除非他的眼睛真的长得小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越是有点钱财 越是有点位置的人 才越会有眯眯眼的情况 有些人的眯眯眼 不是天生的 而是自己造成的 有钱有势的人 习惯眯眯眯眼 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罢了 他们眼睛当中真实的神情 别人基本无法观察 我们常说 眼睛可以说话 但是 身为上司或者老板 眼睛是不能说话的 而应该如一潭死水 或者如万丈深渊 亦或如迷茫之境 让别人无法看透 地位太低 没有人针对 自然就不用修炼个人的城府 真真实实活着就好 有点地位 或者地位太高 你每点城府 分分钟连命都保不住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太过于善良 如小绵羊一般的人 那是很难混下去的 混过江湖的人都知道 别人对你的态度如何 跟你是否善良无关 而跟你有没有实力 是否有一定的城府谋略有关 眯眯眼的人 基本可以在江湖当中杀个七进七出 自己也没啥事 因为他们有谋略 有手段 有耐心 有城府 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提并论的 有些人会疑惑 我也是眯眯眼 怎么我就没有这些特点呢 首先 你是天生眯眯眼 又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 那你没有这些特点也很正常 其次 没有到一定的位置 再怎么眯眯眼也毫无意义 分析一个老板 为什么他一思考 或者跟别人讲话 都会眯着眼呢 为了掩盖眼神的变化 为了隐藏自身真实的想法 不让别人轻易拿捏 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说 有一定实力的眯眯眼的人 要么不露像 一露像 就会吓人一跳 他们的心思和想法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民国怪才李宗吴先生 提出过一门学问 厚黑学 所谓的厚黑学 就是连笔城墙后 心如煤炭黑 连要后 为的是提高自己的抗压能力 让自己的内心不再脆弱 心要黑 为的是手段狠辣 斩草除根 切勿妇人之人 越是接触厚黑学 越是发现 眯眯眼就是这么练成的 别人骂你 哪怕你感觉到不舒服 但你还是忍了下来 越是隐忍 眼睛的杀气就越省 为了掩盖眼中的杀气 就只能眯眯眼了 同时 脸皮厚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将喜怒不形余色 就跟万毒不侵一样 那眯着眼泪化情绪 也就说得通了 可以说 脸后是一种防御的能力 而心黑 就是一种攻击的手段 你虽然将杀气隐藏起来了 但你依旧不会放过 那些得罪你的人 所以你胸中的掏掠 和脑海中的计策 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后续就会算计仇人 斩草除根 心狠手辣道 毫无愧疚之感 谈到这里 相信我们会明白 后天恋成眯眯眼的人 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特别是有点钱财和权势的人 只要他们眯眯眼 就证明他们的算计心出现了 千万不能用一般人的思维 去揣夺这些人的想法 就跟项羽用贵族的思维 去揣夺刘邦的想法一样 最后就只能乌将自吻 气惨而终了 不论你是不是眯眯眼的人 我劝你要远离那些眯眯眼的人 他们的诚服 心思和想法 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摸得透的 可以这么说 在脸厚心黑 诚服极深的人眼中 老诗人就是工具人 普通人就是随便利用的对象 特别可怕 或许老诗人和普通人 被人卖了 还在帮别人数钱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人心复杂的江湖 高估人性 小看人心 本就是大忌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1948年出生的 鼠鼠人 本年存在许多变动 包括生活环境和家庭的改变 而且这些改变 会令鼠鼠的长者 感到始料未及 今年需重新规划 用钱计划 保证充足的储蓄 以备不时之需 还要加强安全意识 由于今年家宅远不佳 要留意家居安全 移除家居存在的危险隐患 避免受力气 遇事滑倒或煤气泄漏等家居伤害 鼠鼠的长者 亦要注意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还要警方接受到电信诈骗的损财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2024年 遇到三核心对冲命工 今年有赚钱的机会 鼠鼠人 虽然年事已高 但还是有工作邀约和发展的机会 今年工作变多 但要注意要谦虚 别骄傲 以老卖老 会令人讨厌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如果太骄傲 会又起无鬼星入座 小人容易眼红 从中破坏你的好事 龙年对鼠鼠人来说 虽是好运的一年 但切记招摇高调 有好事情 先别急着分享 免得被小人破坏 最好做到闷声发大财为以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在龙年 建议买卖不动产 签约合同 都要看清楚条款 否则可能引起纠纷 亏损 如果鼠鼠人赚到钱 要先守住 不要转投资和借贷给别人 要注意 小人魔鬼都藏在细节中 等着收割你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今年加油喜事 家庭中下一辈会有结婚 怀孕 生子 买房之类的喜事发生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可以多喝朋友或亲戚家中喜酒 所谓一席党三灾 对鼠鼠的人是开运及转运的好方法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今年健康运不佳 因为生公有病福星入座 年纪大的鼠鼠人 要注意健康问题 年纪经常在外奔波的家人 要提醒他们留意传染病 以免被家人传染 得不偿失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今年会有就急复发的状况 平时就有糖尿病 高血压的朋友 不可掉以轻心 鼠鼠人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可以安排健检 或是捐血来破血光之灾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虽然年纪大了 不想过太过复杂的生活 在今年会比较 想一个人独处 正因为享受孤独 也悟出很多人生道理 这是很好的事情 鼠鼠人这时已经年纪大了 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 适时的学会放下 会活得更轻松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2024年八座星入座 鼠鼠的人 会有很多八面玲珑的好事情 代表鼠鼠人所求的事情 大多可以心想事成 或是离心想事成目标更靠近 比如鼠鼠人一直很想去的地方 或一直很思念的人 会在今年圆满达成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可以期待这些小确幸的事发生 今年对于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来说 虽然好运还是会遇到一些阻碍 可能过去几年 在生活工作环境上有工业产生 算是一直未解决的事 今年还是会有些困扰鼠鼠人的 但是鼠鼠人不需要担心 龙年运势可以说是先遇难后成祥 事情都是先有障碍 就代表后面好事要来了 所以鼠鼠人遇到不开心的事 第一要先冷静下来 好好处理 慢慢解决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 在农历7月到9月 要注意血光灾 当心车关 走路跌倒之类的意外发生 尤其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长辈 年纪已经摆在那里了 就不要做逞强事情 能让年轻人去做的事 就不要爬高爬低 这可以避免受伤 免受苦头 鼠鼠人也要注意心血管疾病 年纪大了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最重要的事了 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来说 2024年也是转运年 过去几年 如果鼠鼠人过得不好 那么改变的机会就来了 今年